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攬炒之城》 現在已經有現貨發售 大家可以上普羅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一百三十元 為免相遇,肉購重促 上次那天太大隻了 這隻蠻蠻蠻蠻 我用和乾燥煙燻辣露 肉又香又脆 你知不知道 如果被它影響到台大吉利士 門口狗,頭笛笛笛 像什麼樣子 你要告就儘管告 我報應也未怕 我怕你報警 這是生命來的 馬拉高對你這麼好 你不可以這樣背叛他 那些阿黃經常到處咬人 你們不可以有狗性無人性 才行 救我 救我 你救我,哪有狗 救我這麼英俊 還給你 你不要是不是都熟 一年三千多隻狗 你救得多少 我呢 你們捉少一點 我們就熟少一點 先找個數 之前手術費一平 住了十四天 我當你五夠水一天 成為七千 你知不知道找個獸醫出診 是天價來的 你收得貴 你們千萬不要洋出去 讓人知道我在外面幫你們醫救 否則又是被道德有賊 又說地方沒有消毒 燈光不夠 你明白 我呢 想領人 這隻 我這隻 是純天形狗糧 是沒有人工防腐劑 還用新鮮的純綠製 立即咬到全家嗎 要養就不要打 要打也不要太大力 大力也不要氣養 氣養也不要人道毀滅 人道毀滅也不要太不人道 好啊 我們也有打的 無合啊 我們是不會不明不白地給你一隻狗 喂 大家好 歡迎收看達人在線 今天又有第二個角度 一輛車裡面可以有很多角度 剛才那一部分 就是之前師兄介紹的神仙水 我再給大家一次看 米高傑 我現在再跟大家說一次 因為今天我昨天給了一個網友用 他有一隻狗的紫吶 經常爛肉 我給他拍一拍 他今早已經跟我說 已經好了 收光了 水乾了 爛肉 狗狗的全部都可以用 所以我這個我也希望 這個我也希望 看看有什麼辦法 可以跟那些流浪狗組織 Giponsor的 跟公眾商商傾談 看看有沒有贊影 他們幫助這些狗狗 因為這隻真的快速令到那些爛肉 各樣都會好 另外在人方面 那裡呢 有香港腳 香港手 唐寮腳 戒爛 戒爛那些口難埋 濕疹 濕疹我試過幾點 第二招就沒事了 而且是淡了 還有就是灰甲 灰甲就是因為另外有一個師兄他有灰甲 他也試過一輪 告訴我 所以這個不是廣告來的 各位可以認住 麥高傑 我也打算介紹他們這個供應商 給我現在將會合作的那間上市清潔公司 希望他們可以聊成合作的事情 我純粹想告訴別人 有一支東西在車上就足夠了 所以可以記一記 米高傑 承接了Part1 今天搭人在線 有個突然這麼大隻的男人 是甚麼事呢 放心 我們沒有斷背的 是甚麼事呢 因為剛才我跟一個同事去沙灘 其實我去沙灘接她的 她說真的有點熱 出汗 她想開大一點冷氣的 但我又很冷 所以我說不如你脫衣服吧 我拍節目你拍不拍 她說不怕 我無所謂的 她的兩個尺度就去到這一點 OK 大隻腳 展示一下機給少女看看 嘩 屌啦 你保持住吧 不要這樣 保持住 保持住 說笑而已 她叫軒仔 我是我的同事 現在都是初歌 訓練生 我之前也有大人在線介紹過她 她是一個健身教練 她是一個健身教練 但是疫情令到你怎樣 告訴她們 現在基本上健身都關掉了 唯有自己跟學生玩街頭訓練 在公園 做甚麼打野戰 哈哈 在公園玩街頭訓練 不是打野戰 甚麼叫街頭訓練 基本上就在單槓 雙槓可以做一些 街頭健身 街頭健身 都是健身 不過在街上做而已 就是訓練 OK 正在做這些事 剛才她剛剛去完街頭健身 還是去完街頭 黃金網紅那裡 去完街頭健身 然後去曬太陽 你看她這樣的膚色 好了 今天適逢她要回到屯門 我要下深水埗交片 今晚就出白人在線給你們看 所以我適逢就在這輛車裡面錄上 聰明一下女街坊 有這麼大的肌肉 再掃 好了 放下來 好了 其實接下來我都會幫牽手 因為她除了清潔公司幫我手之外 因為我清潔公司還沒選擇 所以她是負責一個叫職安健的職位 即是教導我們的員工 因為我們都有好幾百員工 都需要身身健康 那些東西 雖然有一個職位叫職安健 令到她們可以有一個身體健康的訓練 可以定期做 所以需要一個職位 所以阿軒就會來幫忙 但在未開始之前 都會有一些東西叫幫她找外快 之前我也有跟倫盈男談過 我有個年輕人 很年輕的 又很大隻的 有什麼門路 可以給她去 叫做賺外快 這樣 然後 不是做鴨 就是做一些 叫做幕前事 怕事 這樣 那我就跟她說 又發了一些照片給阿希伶看 那她就想一想 不如可以介紹她去做直播 因為現在的直播都大行其道 那我就說 但她不是說話不太厲害 那我就在想 可以不可以我跟著她去做 我可不可以跟著她去做 會不會很過癮一點 試一下 她說都可以的 但在構思當中 所以適逢我又要載她 我又要錄影 那不如就試一下 這樣的意思 那她除了是因為熱 就不是什麼 那現在就是這樣的 那我今天的主題 我就正式開始先 那今天也是沒有她們兩個 因為她們要在彩排舞台劇 是的 十二星座不知道什麼 我不記得了 那 所以呢 她們就不能錄影 那我要體諒 所以我自己搞定 OK 沒問題的 那這一集是說什麼呢 那大家最近的熱話呢 就是林作先生 他就是一個四萬五元的西裝的一個話題 其實很多人都吵咬他 或者很多負評 但是呢 其實呢 我自己本身都認識林作的 那如果你知道我跟他那段情 想知道我跟他那段情是關於什麼呢 你是上Google打陳達仁林作 那就有我們之間的事情發生過的事情 彈出來 那我們是沒有恩怨的 沒有吵架沒有成的 我們是到了一個期限 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分開做做的意思 那 也不說之前 如果想看自己上Google看 那現在呢 今天說他這個主題的原因 其實最核心的那個話題 就叫marketing 給你說兩句 你覺得是 什麼才是marketing呢 對了 你所認識的marketing是怎樣的呢 其實 我給你多一次機會 你說 我不知道 好了 其實我們一貫人所認識的marketing 是什麼呢 我們一貫人所認識的marketing 是正常做銷售 跟著就是 就是 叫做 可能賣廣告 找藝人賣廣告 做一些好的形象 跟著 推出市場 希望大家 認得這一個產品 感覺良好 而去購買 OK 或者光顧 是的 多數都是這樣 但是呢 其實呢 現在到了2020年 已經不是說 已經不是說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做 marketing 就行了 你懂得做 每個人都懂得做 你這麼多錢 人家都懂得這麼多錢 每個人是天才 每個人是精英 每個人都懂得說 找兩個藝人來做 新聞就是 這麼容易 就不會突圍而出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就變得沒有新意 所以 其實今天我想教導一下大家 我其實有資格說這件事 因為我香港都做不少爆炸性的新聞 全部都是有機會令人看到的 我先講一個層次 其實呢 現在在香港 已經再不流行 真的要找天王巨星 找很紅的藝人 去做這件事 因為實在現在太容易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遙不可及 太近了 那件事 還有 由於社會的現象的關係 很多藝人都比較貼地了 令到沒有了那個明星的距離 所以變得不值錢 對 而真的有些距離 那些叫星那些 你又太過貴 你動不了它 現在香港呢 因為是KOL的世界 所以 其實就算你是不出名的一個人 只要你在網絡上 你的話題是對的 你一樣會受到注目的 OK 有些人可能什麼都不懂 亦都沒有技能 可能一夜之間爆紅 亦都不奇怪 所以 我是覺得 現在 腦汁要用多很多 但是門檻就低了很多 OK 先講講 就是 我不講正路的事 我只是談論 林作先生這次推廣的手法 我們平時都有講 負面的新聞都是新聞 對不對 我想講一講 其實我們延續一些爆炸性新聞 我自己 我自己的心得 其實是有三種類別 第一種 所謂爆炸性新聞 就是可能關於錢銀 第二種就是關於投資 第三種就是吵架 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接觸到塗色 或者是錢銀呢 是的 基本上不是接觸到塗色 其實 我想 你所謂後面那些爆炸性新聞 都可以拒絕 都可以拒絕 所謂 塗色是甚麼 強姦 非禮 鮑 鮑 鮑 這些 是很難的 是的 所以 你是難回頭 所以 其實錢銀都可以回頭 又沒有 搞定 還了 欠錢 你這樣也可以 吵架 更加是 吵架 吵架 他是不對 他對 不好意思 不懂事 那件事都可以完 所以 變成 怎樣都好 都不要碰到塗色 強姦 非禮 不懂事 潛規則 包小心 這些 就回不了頭 難一點 那件事 不是 你反過來 你說你跟蹤狂 操控狂 即是說我操控狂 那些 都沒有甚麼特別的事 是吧 即是這樣說 所以 變成 這次林作先生 他的新聞 我們叫做 暗黑marketing 我給他一個名稱 不是我給的 是五仔給的 有一個YouTuber叫五仔 暗黑marketing 其實 我覺得 現在 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個 需要的項目 你明知道 林作先生 手短腳短 身材不好 越其貌不揚 越緊 他有內涵 有家底 我覺得 見仁見智 但是 他用這個暗黑marketing 確實是令到別人注意了 他 當然 他用了這個手法 去擺出街 別人就笑咬他 但笑咬他之外 其實他本身是有內涵 或者有質素 他可以去用這些東西 去回答別人 當然是九成都不能認同 但問題是起碼 現在你受到關注 而你那件事是賊 但未必去到 剛才說的那些風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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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 那些叫做什麼 剛才我講的叫做什麼 那叫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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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色那樣東西 又不是碰到那樣東西 所以是無大外的 無大外的 那件事是 那你們大家都繼續笑他 或者因為他而鋪一些西裝的照片出來 別人就聰明了 這件事 已經拿到焦點 你不是第一天認識他 你不是不知道他的身材是這樣的 OK 那好 說他假裝 說他四萬多 這些就聰明了 可以引起你們去討論他那件事 這些就聰明了 OK 那 而因為你引起他討論那件事 是不是他再放什麼出來 你們大家都會關注 因為你們上架商 看看他在之後怎樣插發 那就是 有很多產品的供應商 就突然間很多都變成了商業奇材 廣告奇材 找到藝人 搞什麼都可以 我告訴你 你拍了都沒有人知道 拍了都沒有人看 我說的 現在今時今日 我不會覺得你找哪個星 突然間拍某一段東西 突然間就會引起關注 就算有的 都不會有一個星 是裡面的內容 可能發生了一些異變 這個異變 這個異變不是你們本身 所設計出來 或者預期得到的東西 是一條招 可以是一條招 也可以是你不小心掉出來的 例如之前有個十二巴港女 打個兒子十二巴 然後紅了 那他都不會遇到 他打了十二巴會紅的 對不對 這個是異變來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現在你的產品 或者你那些東西 要看到的東西 就算你找劉德華 郭富城黎明都好去拍 都未必會記得 拍 因為他們都會拍 又拍其他廣告 是會混淆的 我覺得是一條招式的問題 所以 所以 剛才我們之前說這隻水 怎樣好用 肯定不肯是廣告 因為我都沒有招式 在裡面 純粹介紹給你們 用我個人的真誠介紹給你們 試過告訴你們 如果我給你一條招式 我說什麼呢 我突然說 我不用有包裝 其實我陳達仁已經研發了聖水 我有法力 你們身上有什麼事 我職道 我有辦法幫他治療 我耍完一輪拳之後 我噴兩下 翌日好回來 你就說我有法力 對不對 這些就是招式 做不做到一件事 起碼你說得出來 好 我再回頭 我說什麼 暗黑marketing 其實現在林作他做這件事 他是拆的 但問題是 他拆得來 他挽回到 因為他本身有個內涵 在說的一些事 令到那件事的級別高 你明不明過什麼 明明就弄兩下大隻來看看 好行 可以放回去 為什麼沒有假底目 有嗎 有嗎 再一次 沒有 你都不合作 為什麼要跟你做直播 再弄一次 再弄一次 好 可以 那幾條叫做有 真的催不去 你又 好了 所以 暗黑marketing 是這個2020年 是必須要走的主導 我亦都告訴你 除了主流媒體 我走正常之外 暫時我也有些暗黑marketing 我決定會研發這件事 所以 不是人人做到的 你真的要懂得拿捏 那個站在鋼線邊做的事 不是那些haters 就說你這件事 說你那件事 你要承受得起 你以為林作不用承受嗎 對不對 林作也要承受的 所以 他這次走到這件事 他有別的體會 他也成長 我認識他幾年前 現在幾年後 又成長一點 所以 今天 我這段片 這部份 我純粹只是說這件事 希望大家開放一點 多些接受 他形象不好 你含鬧吧 他形象不好 對不對 林作之前說完那些套話 不要找他 我告訴你 你更加要找他 現在 觀眾很聰明 他不會因為你的產品 配到一些負面的新聞 以令你的產品都負面 現在很少這樣 他們都會知道這個產品 還是這個產品 那件事 還是那件事 當然 你都要知道那件事 挽回得回才行 例如林作這些挽回得回 你可以讓他賣廣告 我覺得 OK的 你畢竟 家裏有家底 劍橋還是牛津 有幾千萬身家 那些 那些 那女朋友以前是趕姐 那些 是不是感覺是 都不會貼得去哪裏 是拆傘 他這件事 扔出來是拆傘 但是不會貼得去哪裏 這件事 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最重要是看裏面的底蠅 我做完一堆新聞出來 你最多說我古人 說我 說我 聰明 說我出意外 你不會說我 很蠢 很低致 陳大人 你不會 我標誌的形象是有腦 對不對 還有 我現在 都慢慢開始 體化到的人生 有很多事情 我都沒有以前 那麼扭進六任 我都有一些事情 就 有些人生混合了下去 令到那件事 大家 怎麼相處 我以前和這個年輕人 我見到他 我都著火 你問一下他 我見到他 我都吵架他 我見到他 我每一次都想和他絕交 但是你問他 現在我 他跟我相處 他覺得我有溫度 我真的大哥哥 疼他 幫他 大家搞一下GAT 最重要是相處融洽 這樣 他都會成長 他不是一輩子 所以 我希望大家 2020年 不要這麼狠狠 不要這麼狠狠 以為是永遠 一件事就是一件事 一件事是無窮無盡的變化 是的 不要說 我現在下來 一定是這樣的 當然是怎樣 沒有當然是怎樣 沒有的 告訴你 一下爆紅就一下爆紅 好了 開放一點 OK 下節回來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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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